我现在录完了节目 然后现在要跑到市里吃饭 这边有一个水西门鸭子 烤烟 烤烟后腿 烤烟 这边就真的到了柯巷了 感觉这块一下就变热闹了 这是原型 豆沙粽酒酿 咱也怎么卖 酒鬼小姐姐在买酒酿 红豆沙 红豆馅 把酒酿炒了一倒就可以 我的小姐姐 因为她买了酒酿 这家为什么拍这么长的队 这家的炸烟饼 去吃这家 没有位子 这个烟饼巨好吃 这个巨好吃 这个巨好吃 这个是小镇酥烧饼 这个是小镇酥烧饼 好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追追宝妹上 它这个是抽呛腰花 然后这个是抽呛墨鱼仔 然后还有一个鱼肚和一个虾 先吃一个这个腰花吧 我一直以为它是油呛 后来仔细发现它是抽呛 应该就是酱油抽呛 嗯 特别嫩 然后它就是酱油和蒜的那种香味 热乎的 热乎的 热乎 它这个是厚的这种 厚的这种腰花 嗯 真的好吃 它那个酱油很鲜的 嗯 嗯 哦 来了 谢谢 烤一下 哦 谢谢 哇 巨蟹宝来了 它有点烫啊 你下它晾会儿 我们先吃一个这个鱼肚 这个是XO酱炒鱼肚 嗯 嗯 这个鱼肚讲起来就是搁这个是吧 嗯 嗯 然后配菜呢 没有葱 就加了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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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人家要吃辣椿子 嗯 嗯 这块还行 嗯 牛仔锅很嫩 那个汁就很浓稠 挂在那个 我倒真的要来面坊了 还有挂在那个肉上面 它收着收得很好 看那种咸咸口 然后带一点点甜 然后这里拿个黄酸好大口 所以加点绿 好大的黄酸 它这个黄酸中间有一根竹骨 黄酸还算肥的 再给 嗯 好吃 它有一点种筋道 然后它下面还有年糕 这个年糕泡这个汁里 简直太棒了 它真的好烫呀 嗯 嗯 跟它下面保温一下我很好 所以咱们先吃别的吧 其实这148块钱也不是很贵 就还好 嗯 这个是油腔木鱼仔 嗯 好脆 它这个整体味型跟那个油腔腰花差不多 就都是抽腔腔腰花差不多 这酱油味儿酸味儿 下面还店里的芹菜 这个真的就是那种巨痰巨脆的那种感觉 饼花了 对 那个油是为了把这个蒜焦香吧 我们五点半开始过来排队 半个小时呢 你们要不想排队就 就要开门热爱 来吃个虾 这个是蛋黄炖虾 挺香的 你想说不用包虾 它这个味道真的重 咸炖虾锅巴那个味 好吃 它上边粉给了很多 而且炸过就很酥 哇 它们家的鸡肉宝真的很好吃 谢谢 谢谢 美好的汤汁不要浪费 然后我都花了几回家买了一碗米饭 鱼汤面 就是煮的面 然后下面配着的是鱼汤 我怎么吃出了一碗黑胡椒味啊 白胡椒 哦 白胡椒 有点像武汉那个鱼骨粉 鱼骨粉那个味 真的好像那个味道 就是把里面的那个鱼骨 就那个米线 或者里头那个粉 换成了面 嗯 这就像那种切面 就是那种面店里面卖的那种切面 是不是加了鸡蛋 我以为你喜欢这个面 哦 要是发黄可能是加鸡蛋 但这个汤味真的很像那个鱼糊粉 哇 这简直神仙啊 你要不要尝尝吗 嗯 它这整个菜的精华的味道全都在下面 然后倒进去一碗米饭 就全被米饭吸收 吸收在肚内 哇 这有点鲜 建议拌两碗米饭 这些菜都是那种流油的那种鲜奶花 叡好 我们点菜 把它来了 好 把度高的蛋黄虾 一单烫 两碗もう邪、鲜、鲜、鲜黄 我才知道 粉う掌、鲜、鲜、鲜 鲜切鲜 需要一想 一口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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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頓飯終於吃完了 外面人排隊已經排風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騰地了 這兒能夠到這兒 讓我們再去逛逛別的 走 宵夜 這個是炸炸牛肉的一個鍋 加了一份牛舌 加了一份蔥椒 這個是雞湯飯 冰粉 這個是火爆皇后 一口一口 這個是胸飄 這是牛胸口油 他們家味道不錯 這是牛舌 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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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牛杂和那個牛肉的口感也不錯 這個湯可以 這個湯夠好鮮 然後它下面加上那個芹菜切什麼提味 剛好不熟吃芹菜 冷花燒豆腐 是口感和味道還不錯 嗯 它豆腐的口感也不錯 就是它沒有那麼懶 但是它也不硬 嗯 嗯 裡面要一點點那個肉丁 就是 跨龍眼睛的香 嗯 嗯 這個可 這個可 這個是洛杉烤餅 就實在是差了感覺 這個餡啊 嗯 料還可以 但是沒有樂山本地的好吃 好吃 我先讓我 這個雞球是夠了 可能先讓我油會大一下 可能先讓我油會大一下 咱這麵發的有點太厲害了 嗯 這個真是賊乾淨的 吃的真是賊乾淨的 吃的真是賊乾淨的 吃的真是賊乾淨的